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情况如果出现灾情 我们要运送物资 对这个车辆就有特别高的要求 否则的话你就得人背肩扛 甚至人背肩扛都过不去 有没有一种装备能够针对不同的地形 把物资能够快速的送到呢 我们想呢 比如说在遇到水的时候 它能够在水面上扶着 遇到陆地的时候呢 它能够在陆地上走 这个呢就可以解决遇到水和路的问题 当然爬山呢 还有另外的一些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项发明 发明人孙学文团队 发明项目水路两栖越野车 孙学文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 他的家乡哈尔滨是航空航天技术的摇篮 从小耳濡目染的他有一个航天梦 他曾经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他渴望造出中国性能最优越的飞机 今年52岁的他 前面30年都在研制飞机 而三年前的一次出差 愣是把他的目光从天上拉回到了地上 他在飞行途中突遭严重的颠簸 险遭生命危险 有惊无险地落地之后 孙学文在新闻上了解 他和一场大的灾害擦肩而过 因为救援不及时死伤无数 生命在自然灾害下显得脆弱 这一回的触动也让他想 如果有一个设备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救人 那该有多好 而当下他的第一反应是飞机 但飞机却难以解决 很多路面上水面上的灾害 他开始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是学航空生产 他知道的 我就把航空技术这个东西 怎么用啊 用到这个车辆上面 他要造一辆全新概念的车 能像越野车一样路上跑 还能像快艇一样在水里漂 可以在强险救灾中 发挥重大的作用 但造车是件复杂并系统的工作 车的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从动力驱动到悬架结构 孙师傅几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得启蒙而入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的哥哥 也是一位工程师 孙学文想拉哥哥一起 并肩作战 但这过程 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不太可能吧 咱们自己又没有能力去生产 又没有能力去研究 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 孙学文感到了哥哥的疑虑 他特意找哥哥一起去实地勘查 爬荒滩过草地 产明水路两汽车的意义 孙学文还常常找来专家咨询 他了解到 作为一辆越野车 最起码的条件 是非承载式底盘 四轮驱动 以及插速锁 总有其思妙想的孙师傅 也有了新的想法 现在全世界的车辆的底盘 都是要求比较硬 比较刚性的 但是我这个车的底盘呢 是柔性的 柔性底盘 在过程中 它不管怎么变 那个能把一个位置这个力量 很快地传送到其他几个轮子 这是最主要的车辆 有了前期的工作准备 哥哥也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底气 兄弟两人带领一群人 煞费苦心地熬了小半年 新车诞生了 到底是务实的好点子 还是异想天开 记者决定 亲自去会会 发明人 你好啊孙师傅 我是客户频道 我来发明的 听说你研究了一款机器 它能水路两用 我今天过来看一下 哪个是啊 这个机器就是 这个就是啊 挺大的呀 这是我真没见过这个机器 它是这个上面没有壳子 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一个客户型的一个车 装承载重物 承载一下重物 然后有一种特殊用途 那这个笼子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这个轮子是一个超低压力的一个轮胎 主要是接地面积比较大 重量比较轻 各种地形它很容易通过 这个汽车这个底盘呢 可以到这边看一下 我这个汽车底盘呢 这是一个底盘结构 这个是吧 是符合航空原理的一个航架 这个结构呢 就是让它有柔软 有变形 通过这个稍微有点变动 让它把力传导到其他的轮台 那个黑黑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啊 那个是油箱 那个是插出器 这个是 这是发生机 发生机 这是车轮转转向用的 孙师傅发明的水路两用越野车 由四轮驱动 后两个轮子是从动轮 起到支撑的作用 通过半轴 把发动机的力量 传达到各个轮子上 还有通过柔性底盘 易变形的特点 在运行途中 可以把力传导到其他的轮胎 以及方向器 控制转弯效果 使得车子正常运行 那那个车 你刚刚说它很轻 但是我觉得它特别大 你怎么个轻软 这次我给你拿个气球 演示一下 这个轮胎的里边的压力 比这个气球大不了多 孙师傅说 车只有1.7吨重 六个轮子进幅里 就达到3.6吨 那样平均下来的力 可真不重 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 这时他提出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让车轮 从自己的脚上撵过 很确定 真的确定 我真的不敢相信 有点好像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它这么沉的车 给人压坏 人压坏是吗 大伙们质疑 也让孙师傅 开始有了犹豫 但孙师傅仍然认为 车子设计之初 他就考虑到了 车要在水上 路上行驶 都是以安全平稳为主 为了打消大伙们质疑 他决定 他决定先用一个矿泉水瓶来试验 即使开车跑了一圈 矿泉水瓶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回的孙师傅也恢复了底气 他决定让车从自己的脚撵过去 孙师傅成功尝试 彻底打消了大伙们的顾虑 重要的一点是 这回的大伙们相信 车子要在水上 路上的都能安全 这车撵过 就只是小儿科了 哇塞 车过来了 压在我这儿了 好像把水水水水水水了 但是我觉得没事 不过真不痛 一点都不痛 就连记者大胆尝试 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危险 孙师傅这时还不把揪 提出碾过人腿的实验 这一次行车距离明显增大 车轮碾过 时间变长 增大的难度 大家能否安然无恙 一切就绪 年轻的小姑娘 也忍不住贸然加入 大家躺成一排 惊心动魄的时刻 即将到来 是吧 说实话 我现在特别害怕 我知道能开开门 是吧 没问题吧 确定 真的 我现在还怕 真的 没事 没事 你没问题吧 没事 来吧 确定没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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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完成了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任何人出现不适 记者也第一时间问候了大家 你膝盖没问题吗 没事 没事 你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 没事吧 你妈 没事 没事 您刚刚开车的时候 你害怕压着我们吗 我没有害怕 没有 说师傅你呢 你觉得呢 很正常 你害怕了吗 我没害怕 我知道他能过去 我是真的 我害怕了 我一直在心得蹦蹦蹦跳 这说的 这个车确实很轻 很轻 他这个车确实没问题 针对车子的安全性 老孙直接用试食 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既然车是水路两用车 又是紧急运送物资 那就少不了对他的下水承重试验呢 很快 我们的记者选择了一条水路 特意来测试水上行走的能力 现在风这么大能下水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确定啊 确定不能下去 在这下吗 对对对 在这直着下去 你确定没问题 没问题 新车第一回下水 大家心里都非常忐忑 记者为了保险起见 先挑选了一条城外的小河 但即使这样 河中心最深处也有五米 测试存在一定的危险 而且天气也得考验一下发明人 测试当天竟然遇上六级大风 测试还能向孙师傅所愿 那般顺利吗 下水效果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车子稳稳的行走在水面上 孙师傅也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大家欣喜之时 万万没想到 车轮突然失去了平衡 车子在靠近岸边的地方 突然打滑了 车子来回的挣扎 就连司机也着急的直冒汉 努力了很久 为了避免更多意外 岸边的人决定 把车拉上岸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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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昨天就要也没事 车辆子可是麻烦了 惊险过后 大家都还没回过神来 孙师傅敏锐地察觉到 这回的实验 自己的车因为没有负重 平衡性也就不好控制 即使再好技术的驾驶员 也不能把它开好 他决定回去负重500公斤的沙子 再试试 可别小看这500公斤的沙子 这就如同两三个壮汉的重量 加上车身重量 算下来 整个水面的悬浮重量 可不清 河中水流的复杂环境 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一时还真不好说 走了不到十公里 水路车停了下来 招眼的大家伙 这是怎么一回事 孙师傅 这是怎么了 电路有点问题 电路哪块有问题了 这是研制的 这是刚才那些装盐片 看这大门 那些停在马路边的 已经让交通清楚了 你看那边 本来外形奇特 听说还可以下水 这可新鲜了 看热闹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人一多 看法也就多了 能下水 应该能下 应该能下 见过这个东西吗 没见过 大英文圈 能飘起来 应该是能飘起来 应该能飘起来 对 飘起来 但是它能在水里走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快也慢了 孙师傅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瞬间升级为维修工 过路群众 看着这外形奇特的大家伙 竟然中看不中用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修好 这战还没打响 枪就压火了 没办法 只能拉回原处 全面检修 连续的奔波 这回的孙师傅 可不想再让人看笑话 大家抓紧时间 再次赶赴河边 这回还可以顺利的通过水边测试吗 看着还跌到对面呢 过到对面 完了再回来 然后看个速度好的话 在里头再爬两圈 好的好的 那实在是 你觉得怎么样 便好 便好了 就说好多冷 对了 那它这船怎么样 玩 那撒满船 那就是这样 前面还是有点沙头 前面啊 对对对 有点小气息 后边平衡那边再压点就好了 怎么样你觉得 挺好挺好 确实过去了 不过今天这个是确实挺急的 你看 真是有风 有风是吧 那对这个车有影响吗 现在没有影响 速度慢的话吧 算有影响 如果我的速度再快一点 这就没影响了 但是再快一点 对对对 前一秒 大家还在替水路车能成功过岸高兴 下一秒 水路车却180度转弯 停在原地 难道这回 车子又陷进了打滑的魔咒了吗 陷住了 着急 别着急 看他 他现在陷住了 确实陷住了 车子原地不动 这给了满怀信心的孙师傅 一个响亮的大耳光 刚刚在岸边打滑 大家还能齐心齐力拉上去 这回还得跑到对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家还都不得而知 现在赶过去帮忙 才是最快的方法了 原来在水中行进的车船 不仅容易雨应时发生相碰 水下丛生的水草 一旦缠绕起身 也能让车船动弹不了 总算摆脱了水草的干扰 这路车得以再次游行在水面 从河边到岸边 看起来一小步的距离 车子却又停滞不前了 就在这时 孙师傅突然跑到车身后 原来他试着把沙子拿下 减轻重量后的车子 能否帮助车子顺利上岸 一个来回 车总算有惊无险的上岸 但是 这只是车的水上测试 孙师傅的车轮胎与众不同 在不同路面上行驶 又会如何 为此 我们先挑选了一块沙地 这种地形 非常考验车的通过性 以及适应性 并且沙地坡度高达40度左右 还是一块坎坷不平的沙地 这个霸气的家伙 还能否顺利应对 沙坡前半部分的坡度 相对要缓一些 过程自然也是毫不费力 那么 在接下来更陡的后半部分 爬坡效果又会如何 没想到沙地爬坡效果还不错 孙师傅的车 成功地爬过了第一道 40度的坎 在水上测试 频频发生意外的车 在沙地上 能否成功通过测试 现在势头正盛 能否坚持到底 谁也没想到 就在转弯的时候 松软的沙子成为了车辆 继续攀爬的绊脚石 启动了几回 也动不起来 车子在最高地时 坡度最陡的那道坎上 牢牢地卡住了 方老师我们看到 车到河边上岸石 已经很勉强了 到了破地是彻底跑不动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说它开始设计的时候 是主要考虑到这个车 它能够在水里走 所以我们看它的几个轮子 都是充气非常大的那种 很软的那种轮子 或者说就是原来老是车轮的内胎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想它在水里能够产生很大的浮力 但是在地面上要产生很大的抓地的力 并让那个车在地上行走 这个确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团队 又是如何来进行改进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经历了挫败的孙师傅 百思不得其解 他再次回到沙地 对自己的车砸过的车轮痕迹 不断观察 每天都在沙地 像个疯子一样 探测来琢磨去 他不想自己一心投入的车 变成一堆废铁 经过反复的勘测后 孙师傅发现车子卡在沙地 恰恰就在车转弯的时候 车的扭矩过大 转弯半径太大 还有车是水路两用 选取轮胎时都得兼顾 水上飘 路上跑的特性 这样就要要求 轮子不但抓地能力强 还要有足够的福利 孙师傅带领伙伴们重新设计 第十亿年的时间 全新的二代车完工了 机器改进好了吧 改进很多了 这个是你的第二代吗 对 这个是第二代机器 有哪些地方做了改进吗 首先是这个方向机 方向机 现在呢 就是转弯半径很小了 然后 这个转向机更安全了 前面这一部框架也小了 这幅框架是吗 只在这地方留了一个放脚盘的地方 这是吧 对 轮胎好像也变了呀 这个轮胎呢 是能够山地 这个主要适合于山地轮胎是吗 山地和沙石地 在硬底的情况下 这个得抓地更好一些 这个是吗 对 那它是不是比第一代的轮胎要成了呀 重了一些 重了是吗 它的体积大了很多 体积大了好多是吗 对 那个这样呢 下水的时候的漂浮力就增大了 这个浮力大了是吗 对对对 浮力大了 承载力就大了 这是这一部分 还有哪些地方改进了 这一部分主要的就是这个整体的架构 行架结构 这几个 这个横梁 现在变成一个单体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横梁去掉呢 这个横梁在存在的时候 如果变成载货的时候 这个上下实在是不方便 这边呢 简单机这次改进了 承载力在500公斤左右 比那个第一代的那个超越了很多 但孙师傅光说可不行 是骡子是马 得测过才知道 看起来霸气的车子 到底效果如何 作为一辆越野车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 就是考量一辆越野车 能否通过狭窄弯曲路面的能力 这对于要翻山越岭的越野车来说 尤其重要 为此 我们特意叫孙师傅在平面路段 给我们展示一番 上回就是败在了转弯的时候 这回的孙师傅开起来 多少有了底气 改进的新车果然转弯效果不错 但正面对着如此霸气的车 平面的测试哪能过瘾 我们决定再去到沙地 沙地爬坡是测试车必不可少的环节 坡度越大 证明车的通过性强 孙师傅的车再次接受爬坡的测试 效果又会如何 阿哥我们对这个沙地性能的测试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可以啊 不错 真不错 其实我刚刚看了确实不错的 不错 看来孙师傅对这个第二代机的研究 还是做了很看的 对 车子一口气连上了两个坡 孙师傅这回也是信心大增 我们决定加大难度系数 让孙师傅爬44度的坡 可别小看着三度的区别 这对车的通过性而言 却是一次大的挑战 这么少 还来这还过瘾的 一口气跑起来的车 那简直就停不下来了 这不但大家看得过瘾 就连驾驶员也大呼痛快 而且它一连串上了好几个坡 分明它的这个山地越野性能还是挺强的 这个40度的坡对于车来讲难度已经很大了 这一车是如何能爬上4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的呢 我们看呢 这个主要是在于它设计上 这个整个车身比较长这个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后边两个轮子摘下去 如果两个轮子摘下去以后 它这个整个车的长度就比较短了 比较短以后呢 这个车如果在遇到脚比较大的这个斜坡的时候 它就容易翻下来 容易翻滚 由于这个车呢 它一共有六个轮子 所以我们让它上坡以后呢 你看看它整个车身比较长 爬这个角度比较大的坡呢 就相对的容易一些 它不容易滚下来这辆车 那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呢 另外一点可以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减震系统 它每个轮子上呢都设立了减震系统 我们可以这样看啊 你如果说没有减震系统 现在我拿这个杆 让它向前走 它遇到什么样的路面 你上边的这个感觉就是怎样的 这个轮子要上升一点 你这感觉就上升了 下降一点就下降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车设计在这样一个框架下 那地面怎么颠簸 人就怎么颠簸 这个人过这种崎岖的路肯定是非常难受的 但如果我在这装上一个弹簧 我的车架子是固定在这个塑料管上的 这时候如果我遇到了不平的路 让这个轮子上升或者下降 因为有了弹簧 有了这个减震系统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 上面手的位置可以基本保持不动 所以这套良好的减震系统呢 也帮助了这辆车能够在这个坡上 对于崎岖不同的路面的这种适应能力 所以这些个都是能够保证它很好的能够上坡的这么一个原因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团队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既然是紧急救人的水路车 就会面对不同的地形 刚刚的沙地温妥爬坡 顺利的过了关 但水上也会有不同的地形 比如坑洼不平 水草茂密的泥泞地带 沼泽地 我看着挺好 挺有劲的 动力挺强 因为下水还敢下水 纯沼泽 一般车 一般的沼泽 全地形车不敢怎么下 我的那个机械 他要下这个沼泽地 你觉得他能通过吗 因为这个车我也没见过 抱着迟疑的怀疑的态度吧 怀疑的态度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看看吧 经过水上的行驶 沙地的爬坡 沼泽地是车子挑战中难度最大的 普通的车和船 面对沼泽也有点措手不及 那对于孙师傅的车来说 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还是吧 这反正要下车 你觉得你不客气下去吗 我现在能 我现在能 能能能能能 能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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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这情况孙师傅多少歇了口气 这跑起来果然不负众望 速度虽不是特别快 但车运行起来也还是丝毫不费力 你见过这么好的车 反正丑的不是说像那好车那么豪华啥 我感觉这是应该颜值的 头一次看到 对这个车好奇不好奇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一下子把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 车怎么回事还能跑起来吗 刚刚还沾沾自喜的孙师傅 这下也慌了神赶忙跑了过去 这是什么情况呀 又是大活了 又大活了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的扣度也有点大 扣度有点大啊 对 那你觉得它安得下来吗 一会把它拐上来吧 拐上来 然后这个打发打的特别厉害 你看这个 这个打的特别厉害 超级托的 你看看 你看看车压 好像40的小方管似的 它那个打滑 你觉得你怎么做 就是加上一轮机以后呢 它有一定的池水煽动的话 可能增加那个推动力 就现在没有 我现在这个推动力不足 由于上岸的坡 坡度高达60度 而车处在沼泽地和坡地的交界处 车身前两个驱动轮 没有逐利点 中间两轮也处在悬空状态 也就使得车一直上不了岸了 法老师到了沼泽地 它一会儿功夫 怎么这车就陷下去了呢 我们说呢 它这车经过一系列的改进 能够适应在水里走 这主要是 它有这种比较大的软的这个胎 那么也能够在陆地上走 因为它在胎上呢 又做了一些补救 问题就是在这个陆和水这个交界处 这个交界处呢 它水的浮力力量不是那么充分 那么陆地上那种平整坚硬的那种感觉呢 它又感觉不到 它的胎呢 终归还是比较软的 所以这个在沼泽地里走 还是出现了那种 有劲使不上的那个现象 所以我们看它走着走着就走不动 哦 原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发明团队是如何来改进这个缺陷的呢 我们继续把下了解 经历了上次的惨痛失败 孙师傅几乎每天都跑去沼泽地 探测来琢磨去 他发现上一代的轮子抓地能力强 却没有考虑到沼泽地里淤泥泥将躲 越强的抓地力越容易把淤泥给抓起来 这样只会让车越陷越深 有了这个发现 他意识到车要在不同地形中走 除了有一定的福利 还要保证相应的抓地力 他决定从轮子方面着手 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车必须要有相应的承重 来达到救人并运送物资的效果 这样就得要减轻车的重量 为了让车更轻 孙师傅就连小小的一块玻璃 也丝毫不放过 历时小半年的时间 全新的水路辆用越野车 终于完工了 孙师傅 你好 今天改就好了吗 改了好多了 不过这次加了个外壳好看多了 大气了 这次这个笼子好像比上次大了好多 这次轮胎大了很多 现在达到了0.9立方了 它是吧 对 承重更多了 但是压力也是很低的 它这个抓地效果呢 抓地效果稍微滑一点 但是这样呢 防止在找到这里边打滑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个绑带 这个绑带是防止这个轮胎 在这轮网上脱落的 那个轮网这次又做改进了吗 这个轮网变成这种的了 这个节奏 配合这个轮胎 更适合这个 强度更大了 抓地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 轮胎这个扭矩 增加了这个汽车的行走功能了 那重量方面呢 重量比那个还几乎像还轻了一些 重量比那个还轻了 还轻了一点 就说现在是这个龙胎的体积大了 而重量反而减小了 对对对 而浮力增大了 对对对 再一个呢 就是那个减震器 减震器是吗 做了一下后倾 上次是垂直的 现在变成后倾的一个角度 拐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 车这个对于前冲击力 承载能力就更大了 那那个后面好像有两个笼子 是小的 为什么变成小笼子呢 到那边看看 这个浮力已经够了 它相对小一些 如果在一定的地形呢 让它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就属于一个支撑作用 对一个支撑作用 分担力的作用是吗 对对对 增加福利 那我能看一下这个车的里面吗 这时孙师傅还不忘告诉我们 车外壳的材质选取 还特意挑选了航天有机玻璃窗 原来改进时的小小一块玻璃 对减轻车身的重量 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你这装好多东西还可以应急的时候救援装好多 也能装什么呢 空间很大 可以放担架 那就说明只要是在一个救急场地 只要能把它拉到医院是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不咱们去测试一下呗 好的 先去沼泽地去测试一下 然后紧接着我们去水上去测试一下好吗 好的 好的 行 咱们走吧 很难想象一辆如此大的车 真如孙师傅说的那样 沼泽河面上都能轻松过岸吗 并且检验车的标准并非只是它的运行效果就可以了 它还必须要经受载人的功能 那样车才能真正运用到生活中 那么它的表现会怎样 我们依旧挑选了上回的沼泽地 连夜阴雨时沼泽地上的水面上涨 坑挖地段遍布更多 难度加深更大 这回改进后的车在这再次面对沼泽地 是重蹈覆辙还是易血前耻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来准备迎接挑战 哎 是吧 说的它能过去吗 过去的 过去是吗 这样都能下 但是说的 这平常好像不一定能开 因为这轮排过的不是特别拍 但是轮我感觉排得好像 是大小的 你呀 围观群众的质疑 并没有让孙师傅有半点泄气 反而轻松地向大伙们介绍起自己的车 孙师傅的说法 一下子都把围观的观众吓住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 但也有大胆的观众冒险地提出要试试 我躺着它也试着就可以 那你敢试吗 我敢试 要不试一下 试一下吧 可以 可以 走 有一下吗 没事吧 没事 过去了都没事 这边可以压着呢 没事是吧 没事 那时候你看这个车挺轻的对吧 对 第三次测试了 这次你没有信息 这回有信息 这回又有信息了 有信息了 每次有信息 你每次都测试不过呀 我这次我信息比前两次要大 要不赶紧开始测试吧 行吗 好的 好的 沼泽测试开始了 这回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我感觉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啊 确实可以 挺快的速度 现在一会我到深水 看一下再深水线 一会儿到那个水深的地方是吗 果然如孙师傅所说那般 水路车平稳的运行在沼泽地里 看来泥泞不平的沼泽地 也已经难不倒水路车了 以前好得多了 以前好多了 好多好多了 如果这个轮胎的改进 加上这个外壳 重大这个效果 是我们不想 现在也没太达到的 现在开到呢 他那车没见过 觉得挺新奇的 我的水差不多达到两米 这个水是吗 那样的话就是有两米去吗 差不多有两米 这回沼泽下水成功 让孙师傅大舒一口气 上一回就是被沼泽难倒了 但孙师傅能顺利通过 只是最简单 我们决定增加难度 决定对车进行绕杆测试 看看车的灵活性 又会如何 我们用插杆的位置 作为绕行的标志 之后车辆如何运行 我们都拭目以待 既然车就是要运用到紧急情况时 运送物资和救人 那载人过沼泽又会如何 这时孙师傅提出 车子可以承重500公斤 那我们就载上五个人 围绕沼泽地跑一圈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害怕吗 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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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现在里面怎么办 住住里面的 那个沼泽地好像有两米多深 三米深的 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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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孙师傅说500公斤 但也没有达到极限 为了看到更好的载人效果 我们的记者也决定要上车 加上记者 七个人的重量 共670公斤 这还比孙师傅所说的 多除100公斤多 这在沼泽地上 可是不轻的重量了 这一回的重重测试 会有什么结果 小青年 坐好 坐好 这个好强 现在已经下来了吗 下来了 下来了 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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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害怕吗 不害怕 都挺大胆 孙师傅告诉我们 连他也没有想到 在原计划承重500公斤的重量的水路车 还可以额外承重100公斤 并且一点也没阻碍水路车的运行 看来在承重方面的测试 车过了关 还有车子的轮胎有相应的抓地能力 不容易下陷 这对于在沼泽路面上行驶 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上来了 看着挺害怕的 坐着挺稳的 挺好 看着挺害怕的 从这车挺害怕的 以前没摔过车子 没见着过这车 今天还觉得挺平稳 挺平稳的 上来的时候 好像是因为这个坡度太陡了 太对陡了 有点背了头了 是吧 这是52.4度 太厉害了 52.4度 拉着我们7个人 刚才说这个机器还是挺成功的 刚刚总共载重了我们7个人 然后他刚刚从一个武师西部的坡里面上来了 真的挺厉害的 很不错 很不错是吧 现在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 是吧 沼泽地的平稳运行给了孙师傅团队十足的底气 决定向更大的难度挑战 为此 大家特意去到了东流松花江中段 挑选了其中一条支流 作为测试的场地 江面之广 并且水深 水流还湍急 还有刮起的五级大风 加大的难度 接下来 水路车还能顺利应对吗 现在马上就下水 这河有多深啊 这有深有浅 有一米多的到三米多都有 那敢下水吗 没问题 我们决定先让水路车在江上的潜水区 深水区都跑一圈 看看这一次的水路车 面对这样的水面环境 能否顺利应对 大叔 你好 你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 不错不错 下水看挺好 以前见过没有 没见过 这头一次见过 汽车一般下落水 这个下水和整个非常快 是吧 挺好 达到预期效果了 好像就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吧 这个是水浅的情况 水下环境也不是很熟悉 到这个深的水面里头去测试一下 那边河有大概有多深啊 这边河有三米多深 三米多深啊 从再往前走 直接就上了松花江干流了 那这就更深了 那边是吧 对 那咱们再过去走近点 看一下吧 好的 你过去看看 没想到潜水区对于车子而言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们决定向深水区发出挑战 看看车子还能否顺利通过 看来深水区效果明显不错 跑进了潜水区又成功的跑去了深水区 看来初步的水面测试 孙师傅的车是过了关了 机器工作的非常好 这个深水的潜水的都很不错 都很不错是吗 对 对于老驾驶员而言 驾驶水路车是一件轻松的事 但对于新手呢 我们记者决定也要尝试一番 第一回驾驶这个大家伙的记者 多少有些笨拙 来回的尝试启动了几回 可车似乎还是不听实话 一番指导后 我们的记者终于也开车下水了 哇塞好酷啊 真的好酷 我现在觉得真的特别酷 我第一次下水 然后还第一次在水上开车 真的太酷了 真的 我觉得自己的不能再提醒我 记者新手上路也能顺利的穿过江边 看来车子操作的方便 也是改进后的一大突破 这个车就在咱们的路地下 有什么区别吗 和路地下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对 车子一样的 就是跟你上岸的时候 上早座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 可能还跟葡萄学不一样 这个早座呢 这早座呢 你现在可以把这二小班长的飞 你现在你可以把那个被抬一下 把那个被抬一下 把有的时候都抬去了 哇 再进入了 哇 再进入了 这怎么变出了好多泥啊 这个就这样 时间比较浅 你再把那个水上里面 一个带起来吧 就在这时 对岸突然传来消息 有车陷进了泥地了 并且陷进去的深度还不浅 着急万分的车主 一旁只能赶着急 但对于孙师傅的车而言 却是难得一次的挑战 是一次考验水路车的 救援的时候了 今天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没有任何问题 你现在啊 这个就这样 如果救不了 他我这个不可能 就来一次了吧 我去看完 是吧 好 哎 师傅你好 你好 下进去了是吗 钓鱼 现在钓鱼头发 车辆进去了 是吗 这是干啥的 就是救你的 哦 他这个车嘛 主要就是一个救急车 哦 哈哈 救急的啊 对对对 救急的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表示感谢啊 表示感谢啊 前不着车后不着天 对对对 找不着人 才晃一样 是吗 这一度点出不来了 限了多少时间了 一度点啊 那我们刚刚才在车 要给你救急一下好吗 哎那太好了 表示感谢 好 表示感谢 我先看一下你的车现在怎么样吧 好吧 你这 好像也出不来了 这不动了呢 又急了后驱车 你觉得这个车你能救急吗 我 没有任何问题 帮忙转一下 那边限定去了 对嘛 越长越深 能 能救下来吗 能 可以了 可以能救下来 完全可以 这是第一个收益的 对 你都给我送点了 可以 你把你的方向打 走 走了 这回成功的拉出了被陷进淤泥的车 也看到了水路车在救援方面发挥的功能 既然过江 救援都没有问题 我们决定拿瓶子的水放入车内 看看水路车的平稳性能又会如何 对 瓶中的水在刚刚的潜水区 一点倒的趋势也没有 那看来平稳性还不错 我们还是决定加大难度 去到深水区试试 现在已经到深水区了 现在 我们现在测试在苏玛江 水的多米区 我们测试这个水有多深 这个水有多深 18米多是吧 那应该说这儿的水 决定区应该有5米左右对吧 对 现在3米没过到这 3米是没过多久 3米没有过到是吧 对 没想到 在快达5米以上的深水区 瓶中的水依旧保持平稳状态 水路车这回进入不同水域 以及救援方面 都成功的通过了测试 孙叔 刚刚这个水上测试很成功啊 恭喜你 咱们大家给孙叔叔鼓个掌好不好 孙学文团队发明的水路辆七越野车 在经过承重下水以及爬坡测试 第一代经历爬坡失败改进后 为了加大摩擦力增加轮子花纹以及转弯效果 使得二代爬坡运行顺利 改进二代在沼泽江边的运行能力 三代在沼泽江边都能顺利运行 以及在江边上车子还可以有足够的平衡性 并且实现载人救援的工作 发明的水路两期越野车 经过不断的改进通过了各方面的测试 说明车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如果要说改进的话 一个方面可以在驱动力方面下功夫 比如将四驱变为六驱 那驱动力会更足 另外一方面可以考虑在舒适性和稳定性下功夫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连续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彭彭华老师 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的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同上同下大出汗 锻炼身体 减度难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剑步起